請大家把剛剛提到的那幾個平台 剛剛不是提到的那四個 還記得吧 ChargeBT 這個 然後第二個是GM9 這個GM9 其實你可以從那個Google裡面找 Google我自己是已經把它放在我的這個清單裡面了 但我記得好像是可以直接把它加進來怎麼樣 我有點忘記了 還是說本來就在這邊了 你們自己再找找看GM9 然後就直接可以跳進來 它其實操作器面跟ChargeBT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OK 然後再來就是Copilot Copilot你也可以直接找 這個Copilot是微軟的 它其實 差不多啦 這個我想你們 拼法就是Cilot Copilot 然後再來就是Cloud C-L-A-U-D-E OK 總共有四個AI的平台 那請各位去試試看 那如果假設你說 那將來要怎麼樣讓你知道我已經有試了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試完之後的東西 如果假設你要讓我看到的話 我隨便取一個 你就是說呢 你做完對話有沒有 它會一堆對話 像ChargeBT裡面 上方就會有個分享談話 有沒有看到 這個分享談話就是你的talk 然後我要怎麼讓別人知道我talk了什麼 你就按一下它嘛 它會直接就有個就是 產生那個連結有沒有 那就把這個talk 直接把它複製起來 將來交作業 就交這個talk的內容 這樣我就知道 你有跟AI talk 但是其他平台 至於它用什麼方式分享 自己找找看 下CB差不多了 那只是說跟各位講 這個talk 如果你有更新的話 你一定要再按一下更新 不然你talk的結果 會是舊的 像我現在分享對不對 那如果下面又talk新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沒有更新 它就只會停在剛剛你talk的位置 底下就不會更新 OK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三個 四個AI平台 然後自己試試看 那比如說 那你說老師我要練習什麼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實在沒有特別方向 你乾脆用我們雲端上面的 這個資料 這個東西 那因為這個我們 之前上課 其實好像我們大一的那個課 其實我有用過這個 當成上課的題目 那只是說那個時候 我們是有點填壓式的交法 就是那個問題的答案在哪裡 可是我是希望說這一次 你可以自己利用什麼 利用AI幫你找出那個答案出來 OK 比如說你這個題目嘛 然後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不會的 但是有些格式的地方可能沒有那麼合適 那以這一題好了 這個什麼 年齡不配 這個假設你這個公司不會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呢 直接請 ChargeDB幫你 產生你要的公司 OK 這個我想請各位 也許可以試著玩玩看 那至於需要的題目 雲端上也有 就這個練習檔 你可以把它下載 按右鍵下載也可以 然後解壓縮 那每一道題目 需要的練習檔 都會在這個VIP裡面 所以你只要先把它下載 之後的話解壓縮 比如說我把它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我把它解到桌面好了 所以這個把它下載 然後把它直接開起來 然後它是用這個內建的 然後把它拖拉出來 放在這裡 OK 然後它這個解出來 總共應該有幾道題 總共應該是五類 所以它會是一類就五題 102到10 一次類推到5 然後剛剛那一道題 題目就在這裡 需要用到練習就在這裡 你把它打開 也不會這一題好了 這邊編輯 那有一些地方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以根據 這個敘述讓ChargeDB知道 該怎麼幫你 比如說我們104這一題 104我打開看 104這一題 104裡面比較明確的就是這個 年齡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它其實是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 在剛剛的這邊 這裡 它裡面有一個敘述 它說年齡難位 所以利用DATIF 加上Today函數 計算年齡 格式為幾歲 但是如果你直接把它打在ChargeDB 它可能會看不太... 它可能會看不懂 OK 不過你們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AI其實沒有那麼笨 甚至有人直接把大學的學測 還是指考的題目 直接拿給ChargeDB去做 後來發現它真的能夠幫忙解答出來 OK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自己先 試著用這個 證照的題目 然後來讓那個AI去實作看看 那當然有四個平台 你們先不妨先試做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理論上 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就會實際上利用這些題目 來解答 解答的方式 當然可以分成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 簡單的我想 我們就直接 用Excel功能 把它操作做過 但是有一些 可能會需要寫到 像剛剛看到那個什麼 年齡的這個部分 會需要一個公式 那這個地方的公式 我就想直接請那個什麼 ChargeDB幫我們 或者是其他平台 幫我們產生公式 那你把得到的公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看它有沒有這麼厲害 你們不妨可以先試試看 那也就是下一節課 就給各位做練習 所以將來會有一個作業 因為這一週也許先不用教 下個禮拜之後再教 就是AI的平台練習 有四個 不過未來我是比較喜歡用ChargeDB 因為ChargeDB還是真的比較成熟 所以未來也許我如果不講 我們也許就用ChargeDB 其他另外三個 你們可能至少也了解一下 然後把一樣的問題 又通通貼到其他平台 試著練習看看 好 好 感谢观看